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题有三项 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只针对中央委员会会后记者会的转述 至于党代表的选举 期程安排的非常顺利 至于外界对我们有所指教 我们会悉心接受 那其他今天有关于柯文哲请假三个月的问题以外 我们另行召开记者会说明 谢谢你的提问 国昌委员 你有要继续说明吗 有要说明什么 好 来 那还有 这个有关于人家 对黄国昌的这种批评指教 国昌也是习心接受的 那黄国昌也是本党的寶 也是现在立法院非常杰出的立法委员 我们都非常肯定他 至于外界要怎么说他 要说他是什么职务 或要什么职务 那是外界的说法 本党有本党的步调 大家请放心 谢谢 好 再重复一次 我们的这个党代表选举 一切按照计划 按照步调进行当中 没有任何的延误 好 我们请修哥来做补充 好 第一个党代表没有募款责任的 所以并没有什么选党代表 募不了款的这件事情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三 我们正进行党代表的资格審查 那目前来报名的 已经突破260位 好 已经比上一届要多 将近三分之一出来 好 所以一切的这个是进行的顺利 而且非常的正常 好 没有任何的异样 谢谢 好 至于说到那个 所谓张艺善的问题 好 我们请媒体朋友们 不要再引述 这个被本党开除的人 毫无根据的 莫名其妙的爆料 然后拿柯文哲 拿台湾民众党来蹭声量 来让自己赚政治红利 上新闻版面 这个我们严厉谴责 那也请大家 不要再降低自己的新闻品质 去引述这样子的人的话 好 黄氏提问 想问一下 请问这个决议 是有去跟柯主席那边了解过的吗 因为前几天 黄国桑委员受访的时候 有想过说 会尊重主席的意愿 那主席的意愿是什么 你这个问题很好 现在柯文哲是被政治破坏 被羁押 并且禁见 而且还禁止通信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取得他的看法 但是本党最高的权力机构 是中央委员会 今天全体中央委员会 除了柯文哲请假以外 全部14位中央委员都有出席 我们一次通过柯文哲 继续请假三个月 所以我们会把我们中央委员会 最高权力机构决定的事项 跟结论围群立司 转给主席柯文哲 而且本党一致上下全体党员同志 跟小草们都在等待柯文哲 赶快归来 继续领党台湾民众党 台湾民众党没有代理主席的问题 我再一次说明 本党没有代理主席的问题 现在有我们三位共同召集人 在代行职务 我们也不会有多头马车 我跟黄国昌 跟李伟华三位共同召集人 团结一次 从来没有意见相走过 对吗 李伟华对吗 中央委员会 如常的每星期三都会运作 所以我也在这里呼吁 不是党内的同仁 这些外界经常胡乱唤话 胡说八道的门 不要对本党见后插针 我们的团结坚若磐石 以上 想问一下 所以这样子 主席算是被请假三个月吗 那另外 刚刚说没有代理党主席的问题 不过党内是否有 这个改选主席的声音 那另外这个黄国昌委员 也有不少人 就是点名说 会支持国昌委员 来参选党主席 谢谢 这个问题我请黄国昌来答后 今天中央委员会 我们会议啊 的代理的主持人林富南委员 已经非常明确的说明了 目前本党的党主席柯文哲 正遭到赖清德政府 关押在土城看守所之中 全体中央委员提请一致通过 柯文哲主席继续请假三个月 这个是今天中央委员会 全体委员一致的决议 如同富南委员 刚刚跟大家所做的说明跟报告 外界所有见缝插针的事情 请适可而止 外界见缝插针的行为 请适可而止 如同刚刚林富南委员 跟大家说明的 目前全党上下团结一致 党务正常继续运作 但是我们也要正式的 跟赖清德政府呼吁 请早日释放柯文哲 然后询问一下 因为现在等于就是三个月的请假 再加上延长三个月的请假 等于加起来就是六个月 刚好也是这个党章里面说 如果主席不能行使职权的话六个月 所以现在这个六个月的话 就是主席回来的最后期限了吗 本党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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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 当然请假六个月 当然请假六个月 以上 是不是要请这个 李伟华主委来做一进一步的补充 有关于党章的部分 就是说大家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党章第十六条 是有说 主席应请辞 或应雇不能行使职权时 这个这句话要先听懂 要听清楚 主席请辞或应雇不能行使职权时 然后这个部分才由中央委员 付推代理党主席 那推出代理党主席以后 六个月内要完成主席的补充 他不是请假六个月忙 不能再请 所以说党章并没有对请假的期限 做限制 我中平会主委在这边 做个清楚的说明 好 听件事 这边想请教一下 因为刚才 这边是提到说 党内就全党一致 但是现在前立委蔡碧如 她是提到说 外界对于民众党的印象是 妙小妖风多 那现在党内这边怎么看 以及说蔡委员这边也提到说 认为说党主席应该就是 全台跑透透多接地气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等于是党内在对于 接下来的这个布局 其实是有点杂硬的 本党有本党的步调 我们会依党章一切规定 横稳稳地走 绝对不会走错误 至于外界怎么批评 谣言指于智者 而且我在这里也要呼应 对本党不了解的 或要故意伤害本党的 请适可而止 这一种是没有必要的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